大家好,欢迎收看使用Angla.js开发Web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作用域 Scope 作用域的构成是Angla.js运用的核心基础 这里的作用域是指Angla.js中的作用域对象 而不是JavaScript作用域 作用域在整个框架中都被广泛引用 因此了解它如何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作用域是试图和控制器之间的关系 作用域是应用状态的基础 基于动态绑定 我们可以依赖试图在修改数据时 立刻更新Scope 也可以依赖Scope在其发生变化时 立刻重新渲染View 试图 Angla.js将Scope设计成和Dome类式的结构 因此Scope对象在rootScope上附加太多业务逻辑 并不是好主意 这与渲染JavaScript的全局作用用是一样的 作用域对象就是一个普通的JavaScript对象 我们可以在其随意修改或者添加属性 Scope对象在Angla.js中充当数据模型 但与传统的数据模型不一样 Scope并不负责处理和操作数据 它只是视图和HTML之间的桥梁 它和视图控制器之间的交水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传递 传递数据的一个载体 现在我们写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这个是怎么样理解的 添加一个Ctrl 现在我们写的载体 创建视图 我们这个地方 还是跟以往一样 会在box里面添加一个 JeroScript的文件 取名为APP5 这里我们写 Model 这里我们在上上课 有介绍过这个地方 可以写它的名称 WebAPP 这是它的 依赖列表 Function 我们刚才有介绍的 root scope 设计 设计 就没有这个环节号 然后这个要给它负责 scope.man man 好,这个地方我们写完以后 我们在前台 这个地方要声明 ng-app 这个地方我们要声明 它的刚才取的名字 叫webapp 这样还会找到它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显示 刚才传进来的 这个参数 叫做lame 它会自己去渲染这个视图 好,我们来运行这个程序来看一下 这就相当于给它负了一个值 给lame 然后通过试图去渲染它 rootscope 它是一个全局的 这个地方应该是5 这个地方是 哦,对了 这个地方很关键的一部分 你看 然后这个地方要引入 ng-g-s 然后这个脚步应该引用 小本 好,这次应该没有问题 好,麦子学样 这就是作用域 它的作用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作用的基本功能 作用域 可以提供观察者 以坚持数据模型的变化 可以将数据模型的变化通知给整个应用 甚至系统外的组件 可以进行牵套隔离业务功能的数据 给表达式提供运算时所需的执行环境 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作用域的生命周期 当Angla GIS关心的事件发生在浏览器中时 比如用户在通过ng-model属性监控的属输 输入字段中输入或者带有ng-check属性的按钮被等级时 Angla GIS事件循环都会启动 这个事件将在Angla GIS执行双向文中处理 也就是说我们在第三节课的时候讲过那个案例 它的分析就是输入什么 它然后会前面会显示什么的那个案例的时候 就说明它是实时更新的 它会在整个事件中将Angla GIS的上下文进行处理 Scorp的创建 在创建控制器或者指令时 Angla GIS会用 创建一个新的作用域 并在这个新建的控制器或者指令运行将作用域传递进去 当事件循环运行时 它通常执行在顶层 Scorp对象上被称作为Root Scorp 每个指作用域都会执行自己的章子检测 整个监控函数都会检查变化 如果检测到任意变化 Scorp对象就会对触发指令进行回掉函数 当一个Scorp在试图中不再需要时 这个作用域将会清理和销毁自己 尽管永远不会需要清理的作用域 因为Angla会为你处理 但是知道是谁创建的这个作用域还是有用的 因为你可以在这个Scorp上 叫一个Discord方法来清理这个作用域 好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作用域这一章就讲完了 下节课我们学习控制器的圈套 感谢大家收看本次教程 谢谢